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持一来看一看究竟谁登上头条呢 搞个大记者 好自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情人节第一把狗粮 小工具狠狠拍在你脸上 2月14日零点刚过 周杰伦微博宣布老婆怀尔泰了 情人节 该妈咪的前世情人到来了 阔湖 小周周要当姐姐 老婆肚里是男孩 网友睡梦中惊醒排队恭喜 谢谢前男友 在情人节这一天还记得我 给我的暴击 又多了个后脑勺可以看 好开心 但金专每年此时准时准点虐狗 全年唯一 且能正大光明啪啪啪的时刻 娱乐圈怎会只有一对明星寻爱 怀孕八个月的假经文 昨天微博晒出和老公的约会照片 本以为焦点会在美孕妈身上 没想到 眼前的网友却发现 居然还有姑父和女神 圆圆和杰卡还莫名撞山 我的天 没想到撒凉还在组个团呢 两对夫妻同游东京 张无忌哭晕在厕所 手动安慰苏友鹏 不过要说女狗年年有 今年格外多 躲过了姑父和杰伦 却又躲不过的里晨呢 虽说昨日 微博处处可听狗哭的声音 但这种大场面 怎少得了大黑牛冰冰呢 下午小马配鲜花 外加驴牌包包手机壳 陈哥打包做成了视频相册 对饭也告白情人节 过给心中友情的人 随后够粮加码 反映晒出两人合照 岁月静豪慢慢变老 网友表示这俩洒子 用广大群众的要求 快点去领结婚证吧 当然相比之下 另一位冰冰姐也没闲着 情人节前一天 李冰冰微博晒出出油照片 同时配文 这位摄像师能打几分 满分 网友表示 男友长进美国自拍 必须点赞 因为虽说男票没露脸 但冰冰的墨镜出卖了你好吗 除此之外 刘翔解锁恩爱新姿势 其无杀头上戏水 被单身狗吐槽 不好好跨栏 却跨一个女人 快把嫂子压死了吧 而玛丽前教练情曝光 后脚带着小男票 高调宣爱 原本想浪漫 却路线跑偏 心疼 神疼看了都得哭 而刘涛微博发文 不是够粮 是够粮 同时附带王科取暗器 网友留言 春风时地不如睡你 调个光 大伙看得更清楚 嗯 够粮 而王苏兰恰逢结婚两周年 奉上老婆马尔代夫的美账 网友只能说 我也是够无聊的 居然到处找粮吃 总之 秀恩爱的花样百出 损花是必须撇 李小璐微博发文 三个人的节日 配图小熊玫瑰花 加奶量霸气回应 等心长大了 自己偷摸去过情人节了 咱俩老两口 自己在家烛光晚餐 网友表示 虐狗 火线微博 晒出红白玫瑰 虽说没点名 这是我老公送的 但附上张爱玲 红白玫瑰试一赏 华友想说 火狮越来越有文化 虐狗 忽可晒出一家出游帐 配文情人节快乐 可是我礼物呢 谁知 杀一随后一束玫瑰送上 虽说老杀的花被吐槽 大气却十分老气 但竟然只能说 公公婆婆如此结底 却难道不好吗 虐狗 而田亮 虽说只送一根玫瑰 但一个文外加一句 真的是老夫老妻了 买的花都是可以 在家养一辈子的 好了 花并不重要 单身狗哭晕在厕所 表示 拉眼睛 我们就想知道 是森蝶帮你们拍的吗 好虐狗 不过就算没车没房没钻戒 情人节没花没吻没礼物 圈里还有花样新闻爱 张杰谢娜微博互动 一个分享纪念歌曲Betterman 一个配图 这是第一次见面 听你唱的第一首歌 网友表示 爱到最美时陪伴 那得情人节快乐 猝不及防又吃一口 同时大圣也动了烦心 六小灵童微博表白妻子 网友排队送祝福同时 也给大圣留言 帮我问问月老 我的红绳是不是旺在哪了 姐只能说 月老估计是打了个中国节吧 这位瓜友 最后还有网友曝光了 仅不然妮妮昨日商场牵手 购买生活用品的照片 小两口低调恩爱 丝毫没比送花表白差在哪 总之用瓜友的话说 昨天这个日子 全世界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 只有我一个人散发着单身狗的青虾 除了这些虐狗的 还有不少来给打小广告的 千角灵更新微博发文 今天我选择工作一整天 只因为工作使我快乐 网友纷纷留言 一狗我饮酒醉 难道你连一个充气王都没有吗 后者赵丽颖发微博 情人节都发糖 那我就发把盐吧 网友表示 盐好可以消毒 送你一个男朋友 哈哈哈哈 疯疯撒的可是糖妞 还有陈伟婷偏常给粉丝发糖 发玫瑰照片流出 真不知今天后宫是哪位妃子被翻了牌 羡慕 当然节假日 没郑爽消息可还行 昨天郑爽爸爸再次上热骚 虽说是因为原本想托女儿作秀 发520块红包不让收 好让他老人家去朋友圈秀一秀 结果套路反被套路 郑爽一句 父女情的父亲 逗乐了瓜友 总之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我爽做什么都能被外人盯 目测昨天大家都是单身狗 BUT除了以上这些脱光 学恩爱的情侣夫妻外 种瓜友也莫担心 毕竟爱豆里也有另类 例如屏风就表示 我从来不过情人节 因为每到这种节日 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志玲姐姐的恋情也还扑手迷离 同样让人操碎心的 还有先见留守儿童胡歌 更别提这感情一直不被看好的 刘凯威杨幂 霍建华临心如月经铁了 总之 脱单不如脱支 脱支不如脱皮 毕竟有船 刚接到御地通知 牛郎之女由于兴奋过度 失足掉些雀墙 七夕情人节取消 请互相转告 接下来是一楼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成能放点猛料 白钱哪家强 粉丝来帮忙 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 我大秘密版白钱 也是稀缝无数 谁料半路杀出个刘以菲 咱谁先姐姐将在电影版 三生三世中出演白钱 高手相见 分外眼红 刘以菲 vs杨幂 谁更称得上第一美人白钱 甚至还有网友发起投票 将二人比较一番 这是要搞事情啊 果然经不起斗的粉丝 对自家爱斗的竞争对手 展开了人身攻击 没有人觉得刘以菲 想人妖吗 菲米素质高 不比较 然而竞争不是你想退 想退就能退 近日刘以菲 机场照曝光 黑色唯一 妥色大衣 气场十足 谁料却迎来 蜜蜂的群攻 这是要上天吗 腿粗 不好看 对机场街拍 审美疲劳了 都是被杨幂害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相骨无言 身头和天下 当村内不少明星的则偶 标准还停留在 颜值与才华之时 两样早已拥有过的郑爽 最近却沦陷在了 这该死的温柔 昨天 当一众瓜友 还被强行塞着狗粮之际 郑爽恋情的曝光 却让俺们虎去一阵 有粉丝发现 郑爽工作室 在马天宇的微博下留言 让我们慢慢的走近 今后有你 Oh my god 难道这是郑爽 在变相公布恋情的节奏吗 此外联想到 2月7日 马天宇还在微博 晒出一条郑爽 曾送给他的微博 顿时 二人与在一起的赶脚 涌上心头 而二人即将 同框秀恩爱的画面 也呼之欲出 对于这一消息 大伙也是有惊有习 并流泪感叹 萧爽的审美 终于从暴走漫画中出来了 但游姐想说 其实言之于才华 也许对柔弱的萧爽来说 都不那么重要 像马天宇这样 能时刻保护他的男人 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优酷热播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 杨幂前脚 刚刚被亿万观众 催促着跳起猪仙台 后脚刘凯薇 娃娃的周末父母 就上线了 这结果眼上 是要尬一尬收拾吗 搞事情的节奏啊 而且虽然卓尾 曾澄清丑的新闻 可还是消化不了 我们心头的怨气 日前 有网友挖出 刘凯薇参加访谈的片段 节目里刘凯薇称 杨幂在照顾小孩上 都没有问题 如果在她和杨幂 之间选的话 当然是杨幂 跟我耐心更加娴熟 真是厉害了 我的大秘密啊 只不过到了 打分阶段 凯薇深思后 只给秘密 打了一个刺眼的85 还是因为杨幂 工作太忙 很少能陪伴小糯米 不过不忙 哪来我们的白浅上神呢 这分打得也太真实了吧 不过想想 产后的杨幂 确实是挡机满满 两人的今天日 也天各已发 网友们也开始回忆杀 表示理解那些 像杨幂一样的父母 都是为了给孩子 更好的生活 要幽解说 这种定量注视的母亲 不应该150分吗 多的50 就是给她骄傲用的 夜流泪 坏人会笑 别低头 假体会掉 最近网欧参加 某综艺时的画面 被截图 低头时 下不住 有向下凸起的一块 诡异的形状像饺子 侧面尤其明显 像极了卑鄙 同款下巴 网友称 其实就是假体 她侧面镜头 鼻子透明 伪装哲理也很明显 杨幂现那理想路等 也均随网欧再次躺枪 对此下部事件 杨幂粉丝称 和网欧相提并论 不要侮辱人家杨幂了 网欧粉丝称 谁笑的时候不会这样 这跟整容有毛关系 姐只想说 各位粉丝稍安勿躁 整容没什么呀 你没看人上戏 十个考生 九个整容吗 照不照黑 主要看的不是颜值 而是人品呢 刚刚跟钢板兄弟 告别的宝枪 不仅过年期间 没怎么离开医院 估计这次连情人节 也只有病床陪他睡了 昨天面对离婚风波后 首个情人节 王宝强发博港海 不知道今天该说些什么 但还是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爱你们摸摸大 那你 昨天还发了伤口视频 报平安 难道这情人节 是要在医院过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 十级孤独的高配版吗 真是寂寞了我的哥 看他宝宝无语凝捏的祝福 网友们也是大写的心疼 纷纷留言表示关心 家电厂商也不忘 没有我陪你 不过优解决的 虽然比起当年入院时 多了几分凄凉 但至少现在 念明白了一些事 看清了一些人 世人吓我太放大 我像世人不开发 自由美版 金瓶梅之称的 花花公子杂志 自去年宣布 彻底停止刊登裸体照片后 杂志的销量 就开始走起了下坡路 但谁又跟钱有仇呢 昨天有外媒报道 花花公子杂志日前宣布 将重新开始刊登裸照 秉称 之前的进裸行为 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对此不少该杂志的中式读者 纷纷表示 终于回头是岸了 不过也有人觉得 这是在为了利益而回归恶趣味 针对这一说法 有人引用美国作家 纳尔逊的话反驳称 花花公子不是在出售色情 而是在销售某种方式 对于以上争论 尤姐想说 人家还只是个 一百多斤的孩子好吗 不过秉着好学的优良品格 尤姐还是不介意 买一本回来学习一下的 话说在娱乐圈当中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女明星生孩子 好像都有神一般的恢复速度 比如说Angela Baby 在生产完八天之后 就已经被拍到 陪着婆婆一起逛花室了 而且现在公布出来的照片 也是立刻恢复到了 生产前的状态 那于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为什么女明星都扎堆在香港生呢 而且好像在香港生产的女明星 恢复的状态 果然都相当的不错哦 那今天我们的娃娃 Oh my God 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揭秘一下 为什么女星们都会在香港扎堆生孩子 世间爹妈情最真 泪血融入儿女心 担惊心力选医院 只为宝宝的健康 刚刚容生妈妈的baby 近日晒出一张全家福 虽然是素颜出镜 可是容光焕发 赏剧感满满 大概是因为顺产的原因 baby恢复起来非常快 甚至有吃瓜群中爆料 她刚生完八天就陪婆婆逛花室 哪泥 恢复的竟然如此神速 那么称香港医院有妙招 今天幽姐就来叭一叭 被女明星亲殿产子的香港医院 P1豪华套餐任军选 万千传于一身的baby 头此生完了 选择医院当然不含糊 baby选择生产的香港港岸医院 是香港医间 由教会主办的普通科四家医院 其实人家根本不普通 像杨千画 袁采云 陈杰怡 整系一等女星 都选择在这家医院来生完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星级医院 2012年6月 杨千画在港岸医院的 明珠分娩套房 剖腹产下7.6磅重的大额剂 哎呀妈呀 这哪是医院呢 说它是酒店 那还得是超七星 又倒是一分钱一分货 有钱才有好生活 JAM高级的病房 价钱也是不一般的 大家保护好小心赞 我们来看看房间收费的情况 港媒曾就统计过杨千画生产的花费 住房费81 余英时5000 泰尔监测和护理27880 分娩前后检查52 划算手术费5万 基本药物1万 膳食8千 赔苏费2千亿 佐夫赔产1千 行政费用1万5 整个生产 共计294,980港币 然而这还不是最贵的 当年郭晶晶入住的是 香港养和医院的 豪华分娩方 从生产的护理 被爆需要将近50万港币 我天 生个孩子要50万港币 真是贵到幽姐 连哭晕在产房的机会都木有 幽姐我还是老老实实 做条单身狗吧 part 2 我贵自有我道理 既然这么多女艺人 都选择在港岸医院生子 还毫不心疼她们的money 这到底是胃虾米呢 根据医院网站介绍 这是一家拥有 多年历史经验 以及专业医护人员的医院 要幽姐说 花剂莫多钱 人家买的可是服 厂科室有多种 不同级别的病房 分别为贵边房 私人房 双人房和三人房 那么下面你们关心的问题来了 最贵的病房 到底有些啥 据幽姐观察发现 最高价位的尊贵四家房 包含电脑 按摩椅 书画床等设施 更重要的是 余英石以装置 安保系统 如果有人偷走你baby 立马就会逼逼逼 如此安全的环境 也是星妈们选择的原因之一了 然而除了港岸医院 李家更新光异异的医院 就是养和医院 林青霞 王妃 张伯志 李嘉兴 郭晶晶 梁洛师等明星 都选择了这家医院 除了该院综合条件 确实没得说之外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被称为名人御医 由生子圣手之称的 香港养和医院 知名妇产医生 梁淑德坐镇 据称 经她肤检接生的 一线女星布劳傻 所以她也就成了 明星女妈 选择剖宫产手术的 御用人选 郭晶晶的baby 就是由生子圣手 梁淑德进行剖妇生产 宝宝出生后很健康 难怪夫妻俩笑意盈盈 啥都不说了 幽姐起床 上班转生娃钱 奶粉钱只能再靠后了 拜拜 没事别杀瓶 有话好好说 刚刚过期的情人节 我们刚才也征集了 有什么打动你的故事呢 那不妨我们可以 把甜蜜再延续几天 主要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大家可以说一说 你听过的 最动人的情话是什么 通过弹幕 或者是留言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明天聪哥为大家念出 来看今天的点歌 1986杨阳说 点歌点歌和老公 结婚十年一直很开心 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 希望我们的未来 比过去十年 更加开心 更加好 也祝全娱乐 越办越好 第一次点歌 求点钟 哇 这真的不容易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很久 最大的秘诀 一定是包容 你想想 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可能你们的三观之前 并没有那么的统一 但是你在很多事情上面 如果不起争执的话 一定包容 可能比这个改变 起的作用更大 真太人生这里了 优酷用户 1468等等等等等等 947说 和男友在一起 六年 今年过年前分手了 今天朋友圈被各种虑 但是看到全娱乐 这么多正能量的例子 又相信爱情了 想点一首 阿妹的 我最亲爱的 祝她幸福 也希望你能够 赶紧找到自己的幸福 而且我觉得 只要两个人心中有爱 未来怎么样 也不一定 对不对 男小姐Future说 聪哥掏扫好 关注全娱乐很久了 第一次点歌 喜欢林俊杰六年了 很多时候 无论开心还是难过 都是她的歌陪我度过的 今天情人节 希望JJ能够早日找到女票 也希望我能够结束 单身狗的生活 想点一首崇拜 也祝全娱乐越来越好 这种就是替偶像操心的人 我觉得还是挺感人的 尤其是女粉丝替男偶像操心 但是一般不都不希望自己的偶像结婚吗 所以还是真爱 来三首后卷曲目 你喜欢哪一首呢 赶紧来投票吧 那今天我们在片尾处为大家送上的是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听说昨天的呼吁相当之有效 我们优酷娱乐的粉丝数 马上就要突破三百万啦 那突破三百万 大家想看到我干嘛呢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才艺的主持人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 这个集思广义给我一点灵感啊 如果突破三百万的话 在节目当中 希望看到我干嘛 可以在留言区一起来分享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继续祝大家能够有一天的好心情 同时别忘了去关注我们的优酷全娱乐 以及优酷娱乐 我是龙峰 明天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不见不散 每个你满足的眼神 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只教你有快乐真生 只求比喻 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 我幸福的天眼被奔 也会扣扣我结肺的 也会扣扣我结肺的 希望我我爱一个人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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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